大坪树空间最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大而不当的格局配置 及浪费的走道空间 拥有建筑式背景的冯泽森设计师 打破原本建商规划的四房格局 创造出五房的树式空间 运用类豪宅清美式的手法 来表现视觉张力 今天的屋主呢 原本做的是透天别墅 搬到现在这个新城屋 其实啊 当时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是非常挣扎跟犹豫 因为当时空间的格局里面 只有四房 两厅 还有一个厨房 对他们来说空间不够实用 设计师怎么帮他们来做解决 业主找了七八家的一个同业 他抛出了一个要求的议题 他就是要五房 他要有双主卧 要有书房 要有机能房 又要有女儿房 女儿房他又希望特别要求 有一个大的一个衣帽间 所以在整个设计的时候的话 我重新打掉了整个内部的一个原始格局的部分 只保留了建商的一个外部的一个空间的部分 因为我建筑的一个背景的关系 在透过3D模拟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图 跟业主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沟通 达到了整个空间的一个呈现 而且听说您建商也非常的惊讶说 哇 怎么可以把四房多变一个房间 最后建商还跑来这里参观 没错 这个也是我很自傲的一个地方 其实它里面原本有规划一个长走道 而且比就一个大而不当的一个厨房 我把这两个地方给虚化掉了 所以它多出来的一个面积的部分的话 变成每一个空间都是很大的 我帮客户省了五六百万的这样子的一个走道空间 变成它真正可以实用的一个室内空间 这个是这个案子最特别的一个地方 好像有其他的空间也做了一些巧妙的变化 没错的 其实很多的豪宅都会有所谓穿膛杀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我把它设计了一个独立的这样子一个 很正式的两平大的一个玄关 这个玄关的旁边又多了一个独立的一个收纳储藏空间 这个都是在一般的豪宅里面比较难去呈现的地方 是 机能一定要非常的强 其实餐厅旁边那个多功能房 我觉得空间设计起来也很有意思 没错的 大女儿已经嫁了 以后回来的时候接了三个一个卧台 卧台之后拼成是一个大的一个 king的一个双人床的部分 它就是一个客房了 所以平常就把它藏在我们的墙壁里面 要用再拿出来 没错的 这个墙壁它有一个机关 它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收纳一个空间 那外部现在设计看不出来的 你必须要打开才会知道 有这么深的一个空间可以来使用 而且因为听说屋主非常喜欢长书 它的书有一万本这么多 对 没错的 因为它的要求 所以我把它做成是一个图书馆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真正的达到就是一个很精致的一个图书空间 这个图书空间它旁边就是一个下一代的主卧房的部分 当主卧房的第三代出来的时候的话 如果二女儿出嫁了之后就变成是一个小孩房 那地板的架高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在未来面的部分的话 亲子半读的时候 它们可以席地而做 对 把这个空间就给规划出来了 刚刚提到女儿的房间 我原本以为空间比较少 没想到设计师竟然帮她争取到一个完整的更衣室 没错的 这个也是因为我自己建筑专业背景的关系 我去代表客户 去跟建商这边做了一点的一个沟通 那做了一点的微调之后的部分的话 呈现了这样的女孩 女孩子她想要的这样子一个设计 是 冯顺天师因为有建筑师的背景 让这一次的类豪财理念的技能功能 就做得非常的强大 而且在风格上面 也可以完全做到客制化的服务 像这一次的暗场走的是什么样的风格呢 我们走的是一个 类豪仔清美式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设计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整个都是以白色为基地 带一点点的一个黑色跟灰色 从墙面一直延伸到地面的部分 它用的都是淘宝版建口砖的一个部分 那尤其是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这淘宝版的部分 它原本其实是120x120的一个预算的部分 但我帮它做了一个 upgrade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而且又做了所谓零行贴的部分 它是更耗材更费工的部分 这种进口的一个淘宝版的部分的话 它跟天然大理最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 它是一个无机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材质的设计 它不会吃色 以后很好保养 而且我觉得它整个延伸到我们的电视墙 让电视墙在颜色或是材质上面 它其实蛮有层次的 没错 它其实是一个易材质的一个设计 它包含了一个淘宝砖 它包含了一个立体的一个壁布 它包含了一个木头的一个部分 更加的一个温润 它呈现的部分的话 就是一个多元的一个材质 丰富它电视墙的一个立体度的部分 所以电视墙黑色的部分 一路延伸到我们玄关 其实在玄关的部分 做了黑色的墙 听说这个黑色墙也有其他的功能在上面 它也是可以玄关 也是一个游戏区 小朋友在成长过程当中 食堂需要有一个地方 让他去自由花费 自由涂鸦的部分 所以我们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那墙面上的这些挂钩 回来的时候的话 是一个落城区挂了风衣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不同的一个地方 当然最重要的 我们有上百双的这样子一个鞋柜的收纳量的部分 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的地方 所以在玄关这边规划就非常的完整 其实来到我身后这个餐厅区 会看到因为三代同堂 所以做的都是一种圆圆满满 很圆融的一个感觉耶 没错的 因为我们华人的关系 所以它还是用圆来去代表 整个一个圆融的一个观念 那三代的关系 所以我做一个内圆角的一个设计 这样子一个线条灯的一个设计 我想是比较不同于一般的一个设计师呈现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知道其实设计师 你拥有建筑师的背景 同时你拥有讲师的背景 我很好奇一般你在规划这种大屏书的时候 是用什么样的设计概念来去做发想的呢 我希望让客户的花的每一份钱都是扎扎实实的 那呈现的东西就是一个概念 什么样的概念 价值创造 一定不让它的空间有任何的一个损失 拥有建筑师背景的冯设计师 透过他的专业规划 和坚强的团队服务 第五主创造最有价值的装潢设计 想欣赏更多冯泽森设计师的作品 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